来看看新闻吧 可是一上火车 说好的头等舱 却让爷爷们大失所望 四位爷爷外加一个挑夫 挤在一个六张床的小车厢里 实在是太难为人了 但事实其实是这样的 就这样爷爷们 白白将就了一个晚上 而在爷爷们的目的地 尼斯站已经有一位神秘嘉宾 等候爷爷们多时了 前来迎接老爷子们的不是别人 真是刘烨的太太安娜 终于看见亲人的刘挑夫 那就一个激动了 隔着窗户就迫不及待地 送上一个香蚊 贴心的刘太太安娜 为爷爷们准备了香花 花样爷爷们瞧见这个杨媳妇 也是各种满意啊 旅行才进行了五分之一 刘烨已经濒临崩溃 终于碰上旧亲老婆 一行人在尼斯旅程 是不是能轻松一点呢 这还真不好说 你的新天地 老公见老婆 两眼泪汪汪编辑报道 看起来没有了 刘烨的这个表情完全不一样了 而爷爷们心里是想着说 这个刘烨的太太来接他们了 接下来他们的日子 应该会非常好过 而且爷爷们好像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的老婆还在家等我呢 对啊 是不是 也对自己的老婆非常的想念 所以记得一定要收看哦 花样爷爷